赖清德高调出席 八田羽衣追思纪念会 据了解 八田羽衣曾在日本殖民台湾地区时期 参与建设了台南乌山头水库 台独和媚日分子 不但把乌山头水库建设的全部功劳 安在八田羽衣头上 还把全台湾的水利工程 都算成日本人的功劳 刚刚我们看到短片当中 又播出了赖清德 在那里看起来 非常的庄严肃穆 纪念日本殖民者 其实看着真的是让我 一来感到非常恶心 简直肉麻至极 二来更是非常愤怒 这个民进党当局不去看 日本人是把台湾当成 他的战争的一个后备的基地 他是去从事反人类的侵略罪行 反而还认为说 台湾要对此感激涕零 更不要说民进党当局 完全忘掉了台湾先民 当时为了反对日本殖民同志 浴血奋战 这些让我们感到可歌可惜的历史 民进党当局既是扭曲了历史 更是认贼作父